休息才可以走近遠的路 所以現在都是想去休息 徵戰獲場近20個年頭 贏盡大大小小的錦標 由本地獎牌到代表世界冠軍的彩虹戰衣 繼而掛上奧運銅牌 李慧斯這個名字早已皆知項文 遊客女車臣早前宣布結束運動員生涯 改以另一個身份繼續追望 即使我現在不是一個運動員 但其實我的目標都是不變的 就是去衝擊自己、突破自己 不要定一個界限給自己 現在老了、我現在甚麼都不能做 我不可以適應任何事 我覺得運動員的特質就是 我們要去突破自己 去做到自己想做的 或者Sarah還需要時間 去適應前單車運動員這個稱號 但正如奧林匹克精神中的追求卓越 無論是哪一個崗位 運動員就是打不死 李慧斯不單止打得還捨得 很多人都會覺得 做運動員或者我要做運動 才可以挑戰到自己 但其實就不僅如此 例如我讀書的時候 我是讀寫作的 但其實我中學的時候 我是讀美科的 完全是沒有困難 很多事情都是沒有關係的 但現在我就是去嘗試讀文學 然後嘗試寫作 由一個比較文學的模式 去寫運動的東西 其實也不錯 所以就不是說 我以前沒有接觸過 我現在大過了接觸 我不可以成功 我覺得只是你花多少努力去 或者你花多少苦工在裡面 回望過去歷盡高低起跌 李慧斯最想多謝的是他們 最想多謝的話 可能是我家人 因為其實他們都是 給了很多時間和空間 令到我無憂無慮地 去準備不同的比賽 即使可能完結了比賽之後 他們都會知道 我是不想被人騷擾 他們都不會找我 直到我去找他們 才會大家熱情地歡迎我 明白你的點子是家人 教練和隊友和一群粉絲 都在背後跟你堅定堅定 杭州亞運就來了 作為大師姐 Sara有什麼提示給後輩呢 不要給他們太多 其實不要聽我這個影片 影片我就可以 不是說一下 即是不要想 對 做吧 不要想太多 做吧 就行 好像阿寶一樣跟我說 都是輕裝上陣 我覺得這個是做運動員 女房最需要的 健平健 參考女 YA